各位好,今天11月3号,我是五月三人 吃了吗?您可能吃了一大瓜是吧 张高丽和彭帅两位在爆出了一个巨量的瓜 这瓜呢,而且是非常的硬 只能在海外说说,在国内说 说了就炸耗 这瓜硬到这个程度呢 我说实话,我也真的说我自己也吃不太多 为什么呢?我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呢,跟这二位老师,我都不熟 不认识,没有打过教导 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 第二件事情呢,是什么呢 第二件事是我个人有一个小小的 个人的一个评判事情的标准 就是说,我不评论个人的私德 对,因为我始终认为 无论是偷情还是怎么样 这个只要是不是说你强奸 或者右肩,或者是这种 包括什么恋童啊,或者怎么样 这个所有的触犯法律刑法的 除了这些触犯刑法的东西之外 那所有其他的这个床上这点事呢 在我看来全属于这个个人私德领域 我虽然有的时候不爽 很多事情不爽 但是呢,确实也不愿意说这事 不好意思啊,是这样 那,但是呢,这事呢 为什么我还是愿意说两句呢 因为呢,这个呢 他超越了某种程度上 超越了私德的范畴 为什么,因为张高丽老师呢 他跟别的不一样 他是那个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对吧,我们对政治人物的这个私德呢 还是要有一些能够评判的 或者是能够评论的这种自由的 所以呢,即使是我对私德没有什么兴趣 评论私德没有什么兴趣 但是呢,还是愿意跟大家聊两句 但是可是您也 您如果听到这儿 我建议您想听什么密文啊 诸如此类这种东西呢 您就关了 因为我确实不知道他们之间 有中共高层之间这种各种各样 盘根错节的关系 我只是知道一些表面的东西啊 这个呃,大家都能查到的 那呃,我不知道他们之间有什么呃 这个派系跟那个派系互相之间 这种缠斗 那这个我确实不懂啊 您要听什么密文 您请去别处 呃,就别来我这听了 好吧 而且呢,尤其是什么呢 就是说什么张呃,张高丽是这个 张高丽老师 他是这个呃,江派的人 然后呢,在打击江派 他都退休了 你打击他有个毛用啊 对不对 那个,你这个你把他弄下去 能到什么程度 张高丽老师 也在中央待那么久了 我对他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没印象 对吧 那个他干了什么惊天伟地的大事啊 我也没没没觉怎么着 存在感其实很低 对吧 那你打击他有个毛用 那么江派那么多一溜的人在那搁着呢 你弄一个退了休的 你是有什么好玩的 所以您就别指望我这听什么 在我这听什么政治密文了 那但是但是这件事情确实很有趣 有趣在哪 在有趣在两点 首先呢 我得我其实挺配复这二位的 就是从私人角度 我挺配复这二位的 为什么呢 首先第一件事啊 张高丽老师牛逼在哪呢 牛逼在那个 他跟那个呃 他去扮强迫彭帅啊 进到卧室里 这个呃 进行某种活动的时候啊 结果呢 这个把门看着呢 是张高丽老师的夫人康杰 这个细节很有趣 您知道吧 这个细节非常非常有趣 你想想看啊 就是说一个一个人 他能够看着他的丈夫 然后呢 把一个年轻冒 年年年轻 算了 就年轻吧 这个年轻女士带到卧室里 然后呢 在进行某种活动 他居然没有任何反用 没有任何反应 是只能够在这看门 怎么说呢 这个张高丽老师干这活 说实话 我觉得这个 如果不是什么 嗯 心理上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是不太相信的 而且这个 对自己家人的这种掌控 确实也是太牛逼了 真的 我都不得不佩服 你知道有些人干的这事 特别凑蛋 但是他会让你特别佩服 也就是这种情况之 这算这种情况之一 这个呢 是我挺觉得挺有意思的地方 第二有意思的地方呢 咱们要看细节 第二 就是彭帅就明确说 说那个 我跟这个 我没从他这 呃 拿钱 对吧 呃 要什么地位 甚至于没有因为他的这个权势 然后以权谋私啊 或者怎么样 或者如何如何 我就是打网球的 对吧 而且彭帅他说起来的话 他在05年吧 05年还跟那个王管中心闹得很不愉快 对不对 那这个呃 想自己单飞 就因为你也知道我们国家啊 就原来 包括李 李娜吧 李娜女士 李娜女士也是跟那个王管中心闹得很不愉快 就是说我要单飞 你们把我管得太狠了 我该得的利益没有得到 对吧 那这个他彭帅也是这样 后来自己被压制一段时间 那那会是我记得应该是孙进芳吧 然后呢 原来女排的嘛 脾气比较硬 咔 就给他压制住了 压制住了 最后 陈吉一段时间 出来单飞 我查了一下彭帅 彭帅老师这个 得的这大满贯的奖金 好像还有 哎呦 好像挺高的 有900多万美金呢 那挺厉害的 挺厉害的事情 他当然他是双打的嘛 这个他双打的跟那个大满贯还是有 还是有区别 还是很大的 这些东西一出来以后 就是说你会发现 哎 他居然没有 啊 没有 因为这个关系进行利益输送 当然了 您肯定得说 他比如说吧 您再看一个细节啊 特别有趣 就是说呢 他每回都要 到西式库教堂 在这是北京的一个著名景点 当年那个义和团呃玩命打 打这教堂就是这个西式库教堂 没工下来啊 好几千全民在这乌洋乌洋的 没工下来西式库教堂 那这个东西就是在那个地方 他要换车 然后呢 再去到这个张高丽老师这个家里啊 你打麻将什么的名义去 这大家 但是这个东西 您要理解啊 就是说你但凡让别人知道 你跟那个一个这么高级别的官员 然后呢 你有私下里打麻将之 那个交易啊 那这个也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 可是呢 因他彭帅是一个运动员 他居然没有用这种模式 或者这种关系 或者暗示其他人关系 得到这个更多的利益 这我觉得这件事情 还真的是相对而言啊 相对而言 真算是比较比较清廉的一种 男女之间的关系 或者是说比较清廉的 我党之高官的男女关系 这您可以自己去查阅一下 我党落马官员 他那些这个 不论是他养的情妇也好 还是他的情人也罢 那通过他的这种官位 得到过多少东西 您就会知道 保持这么一段 看上去相对纯洁的关系 是一个多么不容易的事情了 这是一个 那第二个是什么呢 第二个是说 我是真觉得 就是说这个 怎么说呢 这个事情 为什么要想说他一句呢 是觉得 这个我得跟大家聊聊 就是所谓的这个 私德 我的界限是什么 这个可能很多人觉得说 有的时候我又说 个人私德 我不聊 或者怎么样 很多人觉得你挺矫情的 对吧 你今儿你还聊这个了 我个人私德 聊也聊 聊的东西呢 它一定是关于公共利益的一个东西 为什么呢 是因为啊 这个不能说所有的个人私德 都不关乎公共利益 你一个下边你一人 你去 你去那个公共利益 是吧 你不关公共利益 这个没问题 您比如说我 是不是 我立身不紧 对吧 我情人无数 那关乎什么公共利益吗 不管 他只是关乎我自己 或者我家人 对吧 我私立身不紧 这个没有 这个不是什么问题 但是呢 你一个高官 你这种啊 比如说无论是外的包养情人呢 还是这个有这个其他一些莫名其妙的性关系啊 那这些东西呢 那他就跟公共利益有关 为什么 其实很简单 就一件事 因为你每一分的收入 你不是自己 不是自己的 是老百姓给你的 理解这事吗 我作为 我作为一个不关乎 对于不关乎公共利益 而只是私得问题的 能评论某些人的私得 只有这 这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 这个为什么 是因为那你所拿到的收入 是老百姓给你的 也就是说税收供养人员 对吧 税收供养人员 你要干什么 你除了要工作 对得起老百姓这份税之外 还有一个 你要符合老百姓对你这个阶层的道德要求 这个您 我不知道您是不是能理解 就是说 那如果您只是一个普通人 比如说我一个商人 对吧 我他妈开着游艇 开着我游艇 我带着一堆比基金美女 我爱怎么着怎么着 那这个没事 这个没事 这钱是我挣 对吧 那如果我的税收供养某些人 你你要符合公大众对于道德的要求 这就像是什么呢 你从你是一个公司的员工 你要遵守公司的守则 是一样的道理 对吧 那你是这边人 老百姓雇的 那你呢 你就要遵守老百姓的这个道德 包括这个谁 包括这个克林顿这事 对吧 莱文斯基啊 这个事情 那他依然虽然说他作为一个作为去偷情这件事情 并没有得到太多的惩罚 对吧 他被弹劾也是因为他去做伪证 但是他被口入必发 对吧 被老百姓觉得是怎么着怎么着 那是另一回事 可以议论他 这个就是区别 那你说 比如说你说川普 川普他老人家 在当这个 当这个总统之前 那也花得很 对吧 那你说不出人家什么来 人家自己挣的钱 是不是 你看他要当总统之后 你要天天 你看着他天天在这花 这事就大了 所以呢 这个东西呢 我认为一直有这么一个标准存在 那这个标准呢 不光是对政治人物是一个标准 甚至于呢 对其他人呢 也有一个标准 什么标准呢 就是说你不能够利用自己手里的这个权力去扮强迫别人 对吧 你比如说像政治人物 这个张高丽老师 对吧 我觉得他跟彭帅老师之间 不好意思啊 彭帅老师之间 那个说顺嘴了 那个他跟彭帅老师之间有没有一定程度上的这种 因为他权力所带来的这种压力 然后强迫彭帅老师有一些这个必须得跟他去做一些什么事情 这种行为有没有 对吧 这个我们需要知道 那还有呢 就是说还有第二种 就包括像那种 呃 学生 这是有可能的事情 所以这个东西干脆就别干了 就别干了 这事儿 就像公司里很多很多正规的公司 就是说你两个员工 你谈恋爱没什么问题 对吧 但是呢 你要走一个 你不能两个人都在 除了这个经济上这种利益之外呢 就是说怕中间有什么奇怪的这种勾连 还有更多的时候 就怕某一个地位高的 对某一个地位低的 形成某种意义上的性骚扰 然后或者是强迫他答应什么事情 这性骚扰肯定现在是 特别特别这个政治不正确的事儿 所以说呢 这回这个大瓜呀 吃完以后 就是说这可能是 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 MeToo 成 MeToo层级最高的一次 一次瓜了 对吧 那但是呢 我始终觉得呢 就是说 这件事情 在中国 它也就到这个程度了 因为为什么 因为 哪怕你用任何阴谋论的角度 来讨论这件事情 都会 都会 都会遭遇一个问题 就是呢 张高丽老师 他是一个 没有什么存在感的一个 曾经的国家领导人 没有什么存在感 他不太可能呢 是因为 某种政治斗争的原因 然后到今天 被下了黑手 到今天被下了黑手 所以呢 那现在来讲呢 等于是说 这件事情 完全是彭帅老师这边 应该来讲 我整篇文章看完呀 大概说呀 其实 怎么说呢 我可能说这句话 有点 这个有点 不太好听啊 但是这是 这是我看完以后的一个感觉 就是说 想要名分 想要名分 但是呢 这个名分呢 是这个张高丽老师 无法给他的 您知道 在中共的高级官员层层层层上 您比如说 您还在 呃 部级 都没人搭理您婚姻问题 一旦您到了复国级 这个层层层上 您的婚姻稳定状态 其实是关乎国家安全 与大家的脸面的 你如果说是 你在这个级别上 你再去离婚 再去 或者是再娶 或者怎么样 那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政治后果 虽然我们都知道 这帮人在 在这种关系上吧 就很 应该 我不能说所有人啊 呃 至少我知道的 大部分的人 高官 在这方面呢 呃 比我更立身不紧 但是呢 呃 更高一级的官员 在真正的到副国级这种官员 你要是让他这个 呃 去离婚什么的 那有关乎脸面 那有关乎其呃 正直的形象 对吧 因为婚姻稳定 是大家一直比较那个 那个看重的点吧 甚至于在西方国家 他也可以 他婚姻的稳定 也是衡量一个 政治家是否可靠的一个 一个很重要的标准 这个东西 那就只能是 在中国的 简体中文网站上 那都全部烟消云散 没有 不可能 底下虽然暗潮汹涌 成为一个呃 曾经出现过的都市传说 但是呢 在以后 我们在官方的媒体上 应该看不到这样的报道 或者怎么样 这个这种对于各种领导人的保护 在中国应该来说 是全世界做的最完善的国家之一啊 因为毕竟还有北朝鲜在那边 我们不能说是第一 是吧 至少你现在到今天为止 对不对 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领导人 我们当今圣上家庭状况如何 您的子女现在是做什么事情 我们都不知道 任何一个现代国家的家庭 那家庭状况和这什么都会被巴的一个底掉 对吧 那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知道我们圣上这个女儿 是不是 她公主 呃 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 然后呢 甚至于我查都没怎么查 她 她老人家的呃 就是预言 对吧 我这个应该保护的很好 啊 那张高丽老师呢 虽然是一个呃 只是当过一段副国级的领导 但是呢 依然 依然能够被保护的很好 我相信呃 或者说我希望彭帅老师呢 现在身处国外 然后呢 把这个瓜呢 强行的扔过墙 扔到国内 然后炸开一片无声的死水之后 他能够安安全全的度过下半生 好 谢谢诸位 谢谢